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男子生死近在一线之间 空间小 难度大 困难重重 子弟兵斩绝技 组织营救 医疗专家组接力救治 争分多秒 与死神赛炮 和平年代本期为您讲述身子营救 打击力 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收看和平年代 2012年8月中旬的一天 湖南淮化市惠同县的一名男子 骑摩托车经过一座大桥的时候 由于路面凹凸不平 驾至车速较快 发生了严重的侧翻事故 男子头部被困在钢筋结构当中 长达四个小时 一根手指粗细的螺纹钢筋 插入他的右眼 更是足足长达八个小时 无法取出 男子能否脱离险境 救援过程当中 又遇到了哪些意外的状况 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今天是高月花出院前的最后一次检查 医生说 如果她的各项指标都挥挥了正常 明天就可以出院了 现在你拿着又不舒服没有了 没有 头晕不晕嘛 头晕才不晕 就是看这个东西有点花 这个意思是吧 太阳太大了 照着会一点 关系太强了 不舒服是吧 不舒服啊 回忆起事故的整个过程 搞月花至今 仍心有余悸 高月花遭遇的交通事故 发生在一座正在修建的大桥上 因为车速过快 高月花一下飞出了五六米远 狠狠地撞在了大桥边缘 裸露的钢筋 直接插入了她的头部 以时间血流如露 生命危在淡击 接到求救电话后 120救护车和消防官兵 很快就赶到了现场 由于高月花头部 仅仅贴在桥面之上 救援空间急急遐想 救援行动一时陷入了将军 很快消防官兵讨论出了一套救援方案 这个钢筋如果说把这里破开掉以后 它还是直的吧 直的 直的 我们只有对这个上者进行 头部进行保护的一个前提下 对他头部正前方的这一块水泥进行破拆 把这个水泥的桥面破拆 破拆以后 有了这个足够的救援的空间 然后再把这个插到他头部的钢筋再清出来 事故发生地的水泥路面密度特别高 切割难度非常大 为了防止高月花受到二次伤害 救援人员必须要十分细心 这个一个人好操作 两个人的话怕有些地方受力不均匀 你现在先直直的歌吧 把这块切掉 先直的歌把这个框筋 把这个框筋 敲掉一点 自己那个穴子什么慢慢敲 把这个切割的 也切 如此精细的切割任务必须有一位经验丰富的人来完成 附金鹏决定让救援班班长何万兴来负责 就是我们队长马上命令 命令我就是拿这个七哥机 也就是磨光机 对这个这些破财 这些七哥 何万兴是一个纳西族小伙子 2008年年底 他从云南丽江入伍 四年的消防兵生涯 认就了他沉稳的性格 很多困难的救援行动 他都能一一解决 那时我们在想 不管是用什么办法 必须要把它解救出来 这是我们第一个想法 由于钢筋插入头颅内太深 微小的震动就会给伤者带来剧痛 为了尽量减少高月花的痛苦 何万兴在操作时 不能有丝毫的大意 整个切割过程中 何万兴一直跪在地上操作 他必须一点一点的清除掉 所有的障碍物 跪了有三四个小时差不多 一直没休息 一直没停 膝盖差不多磨破了 然后后来 我的战友给我找了一件衣服 然后跌在地上 然后那时候感觉比较好 经过消防官兵的努力 终于在现场开辟出了一块 实施救援的空间 利用切割机对这个水泥路面进行破拆 大概用了一个小时左右 因为它是修高速公路 它用的水泥都是高强度的 就在大家以为救援行动就要成功的时候 另一大难题又凸现了 发现还有一根重向的钢筋 两个钢筋是焊在一起 而且这个接口 你这个患者的面部 仅于两厘米左右 所以说当时 对我们这个切割的工作要求 特别多 就在和晚兴全力切割的时候 又一个意想不到的状况发生了 来别动别动别动 别动放好了 你别动了你别动了 你别动了 我说我人烧不了 人烧不了 我说人烧不了 我在那赶紧人在那里也烧不了 我说难烧 我赶紧去死 我赶紧死算了 我把他算了 高月花的举动 病诊和救援现场 紧张万分 别动了 别动了 你别动了 别动了 没事 太好了 快好了 知道吧 当时伤者确实 还处于一个半心形的状态 身体还有一定的直觉 因为当时他的心情比较迫切 他一直要求尽快拔出来 因为他已经趴在那个地方 大约两个小时左右了 这里要跟一下 从这里可以 马上就出来了 平时对于这些救援人员来说 续断一根钢筋 也就几秒钟的事 可是现在这个过程 却显得格外的复杂和漫长 经过消防官兵 借碎个多小时的紧急抢救 伤者终于成功地和路面分离开来 但这仅仅只是救援的第一步 接下来更为关键 接下来更为关键的是 那根插入伤者头颅的钢筋 要想将它安全地取出来 除了手术 别无他法 就在消防官兵开展救援的时候 解放军535医院的医务人员 也在紧张地做着手术前的准备工作 接到救援电话后 医院迅速成立了由神经外科 眼科以及麻醉科等多科式专家组成的急救小组 开辟了绿色通道 随时待命 晚上十点高月花被送到医院 尽管这些外科手术的专家们 已经对各类伤情习以为常 但是看到高月花眼睛里 十厘米长的钢筋势 还是不斤打吃了一惊 专家们迅速为高月花做了X光 CT等检查 她们发现 这根惹祸的钢筋大约有十多厘米长 其中进入炉内的部分 足足有五厘米 钢筋应该如何被取出 手术过程中会有哪些意外状况 钢筋取出来后 高月花的眼球能否保住 这次事故是否会伤及到她的头部神经 一问一个接着一个 谁也无法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 当时我们有几个学科的主人 或者专家一起商量 怎么处理这个病人 这个不会 不要不要 就是我们就直接拔了 拔了之后也是看吸血情况 就是如果它吸血了很厉害 那手术就比较复杂了 如果吸血不厉害 那手术就相对简单一点 晚上十几点半 高月花被推入手术室 神经外科主任张定平 眼科主任邓江文 以及麻醉科等多科社的专家 也都站在了手术台边 一场生死营救的战斗 即将打响 为了减轻患者的痛苦 张定平当即决定 放弃使用手术刀 而是用自己的手 来拔出这根钢筋 这是一个十分冒险的决定 整个操作过程中 手术势力一片寂静 大家都摒济凝神 随时准备应对突发状况 操作的时候我还是很紧张的 因为为什么呢 关键就是说 我觉得它拔了之后 这个地方吸血控制不住 因为不管是它紧张 所有手术的人都 手术室的人都很紧张 一旦你把这个意味释放出来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 这个压力的一释放 容易存在着再次出息 主要就是你这个卷动的话 不能用暴力 就是要慢慢卷 就是松一点 再加一点点 慢慢卷 它这个就是 然后慢慢的完全松动 再拔出来 凌晨十二点 它在高月花炉内八个小时的钢筋 终于被取了出来 但专家们仍然不敢懈怠 他们清楚 钢筋取出后 问题还远远没有结束 接下来面临的便是 如何保护患者的视力功能 手术的激励法 又交给了535医院的眼科主任 邓江文 你努力处理完之后 那么就是张主任他们下台 他们在旁边看 我们在上台 处理眼科的情况 我们处理眼科那个 因为它伤了 还是组织损失 还是局外是比较严重 也处理了我们处理了 一大两个小时 经过检查 邓主任发现 高月花的眼球并未破裂 这无疑是不幸中的万幸 但是怎样才能找到 一个合适的处理方法 把高月花受损的眼部组织 修复到位 保住它的右眼呢 那我们想着很怕 把这个骨膜轻轻地移过来 通过这个线 轻轻地把它移过去 尽快地恢复它的外形 保持这个 然后让眼气愈合 这样好对它 今后这个生活质量 外观也好一些 凌晨两点多钟 手术终于顺利地结束了 经过12个小时的接力抢救 高月花暂时脱离了生命危险 然而专家们却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他们知道 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 他们接下来的工作 就是帮助高月花 闯顾脑脊叶漏 这第一道桂门关 脑脊叶漏迟迟迟不见好转 就意味着病情恶化 之前所有的救援前功尽弃 传家们此时的心情 都是焦急万分 这个脑脊叶漏 一次要漏的话 就会引起一个很严重的后果 第一个就是颅虑的感染 这就是直接脑袋脑袋里面感染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长期的脑袋 它引起一个低乳压 就病人的乳压很低 引起头痛 头晕 这个一系列的症状 专家们当机立断 马上采取了紧急救治措施 有很多措施来治疗或者欲望 就是比方说 我们这个体位 一般采取的座位 或者是15到30度的一个半座位 一个体位 第二个我们补充 一些那些白达白啊 这些促进伤口愈活的一些药物啊 包括一些维持亚的药物啊 促进这个漏口啊 修复 治疗效果立竿见影 高月花的脑脊叶漏 在术后第四天 终于消失了 然而闯过了这一道关口 还有第二道鬼门关 在等待着他们 还有感染吧 它这个感染我担心什么呢 一个是它这个钢筋啊 它都是污热的嘛 它引起脑袋里面感染 第二个它最后 它感染 是否会发生颅内感染 关心就在于之前手术时的伤口禽疮 做得够不够彻底 所幸的是当时手术过程中 专家们都对伤口 进行了规范的清疮和消毒处理 大家一直担心的颅内感染 并未出现 一个月后 在经历了生与死的重重对抗较量后 年轻半百的高月花 终于获得了新生 回去我跟你讲呢 还是继续休息 这是啊 你最近都可以休息 干做活 谢谢你们啊 谢谢啊 谢谢啊 经过检查高月花的各项生理指标 都恢复了正常 今天 她终于可以出院了 感觉啊 这些方面都挺好的 今天你康复区域了 我们每人送你一句祝福的话 好不好 好 我祝我们老高这个身体健康 万事如意 谢谢你们 谢谢 这个花送给你啊 祝你们何家欢乐 何家幸福 经历过这段扣人心旋的传奇经历之后 高月花对自己的生活 有了全新的规划 她决定改变为了赚钱而来去匆匆的习惯 她跟我说 是消防官兵和解放军五三五医院的激励营救 创造了她生命的奇迹 她会永远迎接子弟兵传递给她的那份浓浓情意 老高的话充满了真诚 我想这是她用生命换来的感受 这场生死营救大激励总算是有了一个圆满的结局 前不久我们的记者再次来到惠同县采访的时候 发现事故线上的桥面上已经竖起了警示标 提醒过往的行人车辆小心慢行 对于高月花来说 这段离奇的生死经历 让她对军人有了全新的认识 这是她军旅情缘的开始 也将是她另一段人生的开始 好了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